獲得公園 公園 這就是我們白石家的礦區 他們要砍材的 我就自己抵它200多公尺而已 就是土石流那些影響最大的地方 空氣固然絕對的 還有水資源 我們喝的水完全不能喝 我們喝的水都是石威沉淀最高 然後他們的纜車走的地方 因為這裡有纜車要到恆山 他也是晚上啲啲啲啲啲這樣子 一樣是會影響到一點噪音 我們這個礦的開採就是石威沉 那可以解決國內供需不平衡 以及那個缺料的問題 那我們從國際的現況來看 這是日本三口線的一個實力 那這個是一個礦場 他就面積就達100公頃的裸露面積 而且緊鳴的負載區 那這個是日本高支線的一個礦場 它裸露面積就150公頃 延產石威沉一千四百萬公順 那日本還有大尊縣 福岡縣都是這樣子 礦場都緊鄰著住宅區 那香港的這個礦場也很清楚 它就是緊鄰著那個都會區 那採完的這個礦場 根本就沒有什麼實施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 它以前開採的時候 我們那條道路或者那條領線 只要你有洞 有颱風過後都歸裂撕裂然後攤翻 礦場對於我們那邊的影響來講 住家來積 我們那邊的住家幾乎 像樹橋窩十三十四十五坪的 距離的話也礦場也只有遠的也只有七百公尺八百公尺 他們一開採的時候玻璃或空間 然後他們的房子沒有一棟房子說是好的 一到下雨天就漏水 每一個屋頂都是地 一定要蓋鐵屋 牆壁或者說屋頂上面有沒有 他們都漏水 然後你像在底下的 像它樹橋窩器旁邊 以前礦場審問出來的那些東西 政府所有人說 那些礦主啊業者採完礦 那邊就走掉了 河道的離跡 你一離跡下去 那些菜園啊那些果物 整個都是毀掉 有誰會去幫忙 李藝源他半年前說的 就是要做礦業等體認特評估的事 那他目前有沒有透露出什麼禁都會的說 其實當初他在六月 那個時候其實是新政府上台 然後他在第一次主持環民大會之後 因為當時也有一個礦場案在大會審查 然後他在那次大會之後其實就是告訴 就是其實不是在會上是在會後 然後是跟媒體還有就是當時在場的就是MGO 這已經是公開授法了 就是說新政府已經透過這個內閣化布會的線上 然後要去推動這個礦業的跟隨營業的掙托環境 他當初送進來的時候就是三個案子 然後這三個 他雖然切割成三個案子 但是位置是緊緊相連的 而且他們所有機具都是共用的 所以他本質其實就是一個大礦場 只是切割成三案送審 然後後來是因為第一次他們進大會的時候 他們第一次在專案小組然後進大會的時候 得到的結論就是認為說他們應該要 應該要併案然後進二屆 那為了逃避這樣子的小組的建議 所以他們在第一次進大會之前就臨時 亞泥中間的這個黃色範圍的亞泥他就臨時撤案 然後撤案之後呢 他就以剩下羅慶仁跟羅慶江這兩個案子來送審 那所以他其實現在變成說這兩個案 他們這兩個編號的礦業權的礦業用地開採案 他還是都位在關係的金山裡跟玉山裡之間 然後他們還是一樣都是共用器材的同一個礦場 只是他中間有一個挖空的部分 8月26號也就是說這個也是亞泥關係複礦案 那個小組上一次審查的時候 我們當天上去行政院開了記者會 然後當時就是說在那個礦業的政策環評進行前 其實我們要希望先有礦業政策環評 把礦業的上位政策都確定了 然後合理的這些規範還有機制都建立了之後 我們再來討論說你的個案到底適不適合 尤其是說像西部富礦這樣子 爭議非常大的上位的政策的問題 那所以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行政院後來就把我們當天的記者會新聞稿 就是把他當成復健 然後發了一個文給包括環保署跟經濟部 要求他們去就是通知他們說 誒有人民啊我們這裡請願 然後內容是這樣子 那請你們要做出回憶 那這也是為什麼經濟部會發了那個文 回來給我們 我沒有想到今天我來這裡有這麼珍貴的東西 而我們即將要回了他們家 好 我們重新再談 我們知道森林的重要性在哪 但是石灰石的採礦它一定會破壞 這就是一張圖片 OK 我今天在這裡 我可不可以為我們山上的人類的朋友請命 因為那是他們賴以為生的下 如果說我們開發了 他們就沒有了 而他們今天沒有機會站在這裡 為他們自己講話 對不起 我為他們講話 那經過整體的評估 我們認為本案對環境資源環境特性 對保育類珍貴稀有動植物 以及對國民健康安全都沒有懸助不利影響 那八個重點裡面包括我們可以由環境主管機關來做查核 那開採作業產生的空氣品質照應戰鬥的影響 都能符合法定的規定 非時可以有效的防治 按照我們規劃的開採方式 開採對生態的影響是短暫性的 本案生態要求已經超出國際的要求 不符合常理 像是如果說開發案距離保育類動物近就不能開發 那沒有樹木的時候說植生服役不可開發 樹木多的時候又說植生良好不應開發 那動物少的時候動物都跑光了 動物多又說開發會影響動物的息息不應開發 那全台灣所有商戶地幾乎都沒有辦法開發 那邊他在那邊開發我們有工作機會 對我們社區對我們那 我們比明多都是好事 當然你說影響嗎 影響環境那些有沒有影響 當然有影響 只是影響對我們來講 以前50年到現在 我們總小也是從那邊長大到現在 希望實況場業主能依法規定 做好水保與環保 不要妨礙到靈機 目前實況場以前實況場也沒有重大的災害 目前的科技更好 我本人是贊成實況場的開展 環境保護室 我們現在的工作室在評估這個開發行為 會不會對環境造成影響 所以我比較希望期待支持方 你們可以盡量來論述說 你們覺得這個案子從小長大到那邊 其實這個採況不見得 或者根本不會對這個周邊的環境 對生活 對當地的那些生態產生如何影響 在這裡比較適合講這一些 剛剛你講的比較適合去經濟部礦物局講 我們現在開發單位應該要再 再做更詳細的完整的一個回覆說明 還有應對策的一個編題 阿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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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